你如何看今次的業績呢? 其實很多朋友都不時保持日文提進來 有沒有機會上升250元以上的水平呢? 你如何看今次京東的數目呢? 京東的數目真的不差 你看到順利增長竟然有四成 你以上半年封城又做得不差 你看到它的breakdown的 有提到一些日用品賣得不錯 反而是非消費品 例如高檔產品賣得比較差 但你將來整條數目的埋單都可以增長 我覺得算是做得不錯 但其實大家有印象 其實9988都是盛預期的 似乎這類電商的股份 就未太受疫情所影響 反而你反過來 現在是怕什麼影響呢? 就是消費能力的影響 又是像開波所說的 內房不行的時候 或者經濟差的時候 究竟大家會不會去消費呢? 或者網購的成員會不會做得這麼多呢? 我想這是現在的電商要去想的事情 所以你說上不上 只剩下250元? 你又這樣想吧 你說為什麼經濟這麼厲害 都上不上250元? 你想想吧 現在的指數19,500元 你也要跟隨市場的節奏 其實老實實 京東又不算跌得很多 如果相對阿里巴巴來說 當然阿里巴巴就全部壞消息前身了 京東給人的感覺就是 它的消息層面是相對比較少一些的 我想你說最近最大的事件 就是騰訊減辭 透過派息沽了 但是之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所以變成 我想還是繼續炒著上落先 最近你說215、215的位置 213的位置也算是守得不錯 你就炒著2、3的波幅先 暫時都跟市場一樣 上上落落等運到 好,有兩個朋友都是問京東的 一起回答 小炒王問京東今天可不可以追 現在都升近3%左右 另外一個就說224元有貨 他說應該怎樣做好 追就不要追 港股經常說 升了所有的股票就不要追 很危險 你不知道它炒上落而已 既然它炒上落的時候 跌下來博 當然選一些你覺得前景OK的股票去博 你說現在 你問我224買了的 這樣也好啊 叫做贏錢的 看看這一圈可以彈得多高 其實我是說真的 現在炒港股都有一點 叫什麼 可以吃就好吃了 現在幾元都要吃了 不然它又不行了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彈高一點 其實市場現在正在賣 但是京東來說 還算是彈得不錯的 你看有沒有機會 站得找230再看高一點 希望你可以賺多一點 我只能夠說這一句 有時候不是不想讓你賺多一點 根本街上就不讓你賺多一點 幅度只有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留意 就是昨天我看狗狗伯伯 我沒有記住了 好像只有1元還是2元的波幅 就是少到你不刺就沒有那些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我都說既然是這樣 你不如試試炒卵靜 是 賠帶波幅 當然你小煮一點 但是有時候你買正股這些 你真的 你斬頭斬尾拿魚身 其實魚身越來越少 是 變了要習慣 習慣的就是說 有吃就好吃了 什麼都吃了 那就自己去定對 有吃就好吃 就會去定股 就來吃吃 你們 stew